在那個簡介會上面呢 他就聽見我們對於上一屆 有一些撥款呢 很有保留、很有移民 大大舊錢地撥出去 就只是給我們一個銀碼看 沒有什麼細節的 於是我們走去問他 讓我留意到一件事 那些撥款呢 以這些委員會的名字當不熟的 正正就是林鄭月娥 說要去 毀回那些落選議員去的委員會 他還可以無恥 真的問我們給他錢 這些政治囚庸 討厭得不得了 我們自然大家就質問了 你們民政處 是不是打算提名 那些落選的保皇黨 去這些委員會 是不是就是問我們拿錢的這些委員會 就是讓他們坐進去 你以為他們怎樣回答 我他們在這裏 都做了很多年 對社區很有貢獻 很有認識 我們呢 很公平的 我們看別人的才能 有什麼才能 如果他是很有才能的話 就不會輸 我們會不會 就是 就是想趕走他 你不要讓他做任何公職 圍禍社區 才要投票 投走他 對 轉頭 走來 運我們 拿錢給他做事 我真的覺得 特區政府的邏輯 就是神邏輯來的 我們問他 究竟哪些人去決定 是去委任 哪些人進去這些委員會 他就固左右而言他 又說民政處會提議 然後就給特首他們 民政總署去派 是 現在 特首開到聲 說要分些位給他們 你在下面跟他們說 就裝了 不關特首事 是民政事務處 是民政總署去決定 根本 是不是 射輸一窩 是吧 根本就是為林鄭月娥 就是檢釋 他這些 安慰獎 的行為 我們很確實說 整件事裏面 我們都沒權說不行的 我們都是其中一個 被委任的 我們不能 大家一起選哪些人 進去這些分區委員會 但是如果 我在翌日 進去開會 見到 輸了給我們那五個 坐在旁邊的話 你們想我跟他說什麼 你們想我跟他說什麼 齊些 一 二 三 好 我聽到了 現在我們就看看 那些民政專員 究竟是否真的會 遞那些落選者上去 民政總署 林鄭月娥 是否就是會批他們下去 你批得我們下去坐 就是跟我們選民過不去 你就不要怪我們 就是每一個人都夾殺 是不是 是 拒絕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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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